饮料店PO出监视器截图 男子走向柜台 不是来买饮料 而是来吵架 因为他围停被检举 业者PO文控诉 当时店内只有一个女员工 他心生畏惧 时机回到事发地点 还真的有人围停 但饮料店还没开门 疑似有其他人向警方检举 女警开单之后 把罚单夹在挡风玻璃 时机向店家询问 员工表示不想再多说 但围停是事实 这边是台中大理成功路上 冲突发生在2月1号晚上 这条路是闹区 有吃有喝 以及生活用品相关 停车乱象层出不穷 另外离事发地10分钟路程 大理区人化路成功路口 也有人乱停车 民众拿手机拍下直级画面 驾驶把车挡住别人的家门口 甚至还拿出手机反搜证 民众播出影片 强调会向警方检举 对此误封分局回应 货报后有赶到现场开单 汽车围停在机车道 最高可以罚1800 目前没有接货饮料店报案 但若有人遭到恐吓 会依车牌追人 将当事人约谈到案 TVBS新闻陈鸿一曲又详 台中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